文昌講古經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8月23日星期三 中午時間跟大家討論一個熱門的話題 就是所謂的搞活夜市 政府近期提出決定 希望可以搞活香港的夜市經濟 最近坊間每一天都有很遲的討論 每一天都有一些驚人的偉論 甚至一些妄想 提出了 雖然我近日不在香港 不過因為身處泰國這個地方 他的夜市也是亞洲區 甚至世界知名 所以都有第一身的考察 以及一些觀察 值得和大家討論 整個所謂的搞活夜市 當然都是因為 香港的經濟皮不能輕 旅客入境的數字 看來內地復償之後 是有回升的 但是和 一海之隔的澳門比較 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而且旅客的消費 政府方面 其實統計一下就知道 內地客的消費力 和疫情之前應該有天淵之別 所以香港實際上 你看到的零售 在外來的旅客實力不足 而本地客也寧願選擇外有 包括不上消費 這件事 文章港股經都和大家討論過 也有第一身的一些感受 現在當局拋出了所謂的搞活夜市 但是拋出來之後 有什麼方案去實行 莫充一事 所以也惹來了坊間一些回響 甚至一些批評 當中最著力的 就是前全國政協常委 兼前星島日報的東主何柱國 最終是賣了一盤 猜不到近期又彈出來 還上去商台節目那裡 就說香港特區政府 如果想學中國想拆鞋 就應該快點跟隨內地取消辣椒 又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你沒有本事不要做了 香港是靠你的 而所謂搞夜市 陳茂波出身會計師其實不懂經濟的 建議他請教專家 總好過每天在這裡寫博客到日 搞夜市 何柱國就批評 在做春夢 只是嘴上說 但實際是做不到的 現在政府應該要想一下方法 穩定樓市 如果不作為的話 未來會出現負資產 越來越多 如果地產不行 就會很多人失業 好像九七年一樣 有人跳樓 所以你看到 人稱煙仔河的何柱國 一出山 之前他批評林鄭 甚至有傳言說 想一下會不會去挑戰特首大位 現在他見到李家超執政經濟 都可以說是經歷過早幾個月 有個小陽春之後 現在又開始躺平了 何柱國一向都不打 沒有把握的帳 一出到來 當然是有理由 經濟搞得差 這個成為了特區政府的一個死結 現在甚至直指 你搞夜市 發春夢 當然 不止是何柱國 羅冰咸永道 消費市場亞太區 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的主管合夥人 鄭煥賢 他作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也有諮詢業務 他說為推動夜市 去振興經濟是否實際 對不對 還說有一些建議 香港某些商場延長開放時間 會不會變好呢 他認為這些做法都是有待商確的 如果你說要去搞夜市的話 不如先去搞好日間 日間的經濟 令到日間都有人流 這樣就不需要延長商場的時間了 他說現在延長顧客逗留的商場時間能力 其實就比以前差 商場都在觀望中 通關之後對遊客生意的刺激力度 如果遊客一日間已經做到大動生意的效果 實際上有沒有必要延長商場的營業時間呢 他又說市場晚上在街上逗留 也不等於會增加消費 要去促進市民的消費 政府應該想想怎樣刺激日間和 星期六日假期的消費 如果要推動夜市 就應該要定好目標地區 不如集中資源在中環蘭桂坊 研究提升一下海洋公園 迪士尼這些旅遊景點的吸引力 並且舉辦更多的體育盛事 以及演唱會 另外 從事飲食業的道媒學會 榮譽會長黃潔龍 也都認為商場一般 就和商戶在租約上有協議 要求商戶營業到一定時間 不過疫情的時候 商場都沒有嚴格責貧相關的條款 因為大家都知道 疫情時間大家都不想 這麼晚 現在呢 會不會想一想 試一下 推過夜市的消費券 去鼓勵夜晚經濟 但是 這個 羅賓行永道的鄭幻賢 就認為 消費券分日夜 其實都沒有實際作用的 政府 在審慎理財之下 其實再派消費券的機會 已經是好未了 所以 怎樣去搞夜市 你拋出了一個這樣的意圖 但是 大家都好像一籌莫展 都完全沒有辦法 行政會議成員兼經文聯 聯絕立法議員林健鋒就說 要搞旺夜市 靠大型商場延長營業時間 是遠遠不夠的 認為是需要配合戶外的夜市活動 才能夠帶旺經濟 但是戶外這些這樣的露天市集 香港其實不時有 尖沙咀 也都周不時平民化中心一帶 都有搞過這些露天市集 更加不要說 大家都知道 在各各的不同地點 領展一些商場 偶爾都有這些活動 那 是不是會很受歡迎呢 除了你說 賀年食品 或者有這些中秋主題等等 可能有些人流 去買一些認知食品之外 似乎又不見得 會很受歡迎 你說搞這些露天夜市 是吧 而 自由黨的黨魁張宇仁 作為行政會議成員的他 加上他是飲食業的立法會議員 他又說 其實呢 夜市的概念 不是指街邊小販賣食品 所以 大家 扔出來的那些 每個都有不同的理解 他說 其實是希望市民 晚點回家 譬如 他這樣的老人家 也可以在夜晚12點 和孫女去蘭桂坊劈走 搞夜市 那些推車仔 去 搖交王貴 舖租的食市門口 賣東西 這個不是這樣的 他認為 應該要想一想 怎樣令到 市民可以晚點回家 令到他這些老人家 都可以12點 和孫女去劈酒 這個所謂的劈酒論 馬上令到銅鑼灣有食肆 深宵食堂 這間我都去過幫襯過的 他在社交平台說 為了響應爺孫劈酒文化 爺爺帶同孫女11點後 來幫襯所有酒精飲品免費 但是客觀現實 你會不會看到有爺爺 會帶到孫女11點後去玩呢 是吧 可能會見得多就是 爺爺連同別人的孫女去玩 自己爺爺 那孫女怎麼會願意陪老人家 或者俗語所說的老爺 下去下面去玩呢 不去跟自己同齡 或者甚至 自己一個人下去 都可能隨時有人請喝酒 那怎麼會等爺爺請你喝酒呢 和爺平日 星期六日都已經喝茶了 都未必都有一些面左左了 那你還說 11點之後下去抱 這些是不是很現實的論調呢 不過自由黨也有提出了一些方向的 他說可以在不同地區搞一些特色市集 這些新書 也有叫 當然 其他郵輪碼頭 也有夜市 也都可以搞朝營晚輯的方式 搞短期夜市 甚至都可以參考 泰國 南航 台灣 這些做法 開設長期的大型夜市 推动不同的业界参与 例如推出电影午夜场的优惠价 私人商场夜间营业 亦都提供购物饮食优惠等等 当然政府部门需要积极配合 例如晚上也要安排人手办理市民的办证服务 令到他们可以在晚上搞相关的证 没有需要请假 也希望透过这个措施实现社会经济活动 用全天候运作 亦都配合国家24小时经济发展 重新建造香港作为不夜城的形象 重新重拾以前的不夜城 大家都知道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夜生活很多人跚跚落岛 很多老香港人非常怀念 当时到处都可以玩 香港玩到几晚都可以玩 夜夜新歌 可惜疫情期间 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 似乎很不屑这些晚上出来活动喝酒 除了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之外 随便也会有罚款 如果你被人捉到 很多人都嬉笑 病毒似乎晚上会特别活跃 日常会很乖 也有时限性 但是问题是 你用这样的行政手段 做了这样的规管之后 智智然然也会改变了人的生活习惯 你采用这些强制的手段 人家已经习惯了 你又要人家出来 初原压扁都任你说 政府这方面似乎有一些不够厚度 而且关键问题是 香港的夜生活的吸引力 现在确实也不比疫情之前 你譬如去举世文明的南桂坊 其实都有个别的一些地铺 是刺了的 你可不可以想像南桂坊 这个这么热门的地铺 去喝酒的地铺 竟然还有刺铺呢 而且现在香港 就是喝杯酒 随时都加上服务费 整个几水 譬如我前陣子 在香港的时候 和朋友去这个湾仔 去喝一杯 英式的酒吧那里喝杯 都120多元杯 加上Nux 120多元杯 环境虽然都算舒服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这样的意欲 就继续这样消费呢 更加不要说 人流的早成 疫情之后 加上国安大法 很多香港的中产 甚至一些老外 一些外国人都离开了香港了 令到整个南桂坊里面 以前的一些贵客 以前的一些重要的客户 现在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 就是要内地下来自由行 这一批 但是很多呢 其实只是走去 南桂坊的水牌那里 去拍张照 到此一游 望下 是吧 有一些英文也都未必灵光 也都不敢去这些酒吧里面 叫一杯夜饮 是吧 所以令到整个那个酒吧 看下去 喂 那条街道上面 是有人流的 但是实际上 酒吧 很多里面就拍污英 就是那种 酒吧文化 那种夜生活文化 香港也都是和疫情之前 有了很大的区别的了 就是不要说生活习惯了 连那个人的组成都已经大变 那你说 现在还有没有人 有那么大的意欲出来玩呢 是吧 你说年轻人 如果有得选择的 会不会去那么高消费的场所那里玩呢 是吧 比如 早两个月 我在香港的时候 是吧 那就是 做完运动 做完健身 做完健身 去物技吃东西 麦当劳 那样 看到一对情侣 主动 他就和我聊天 他就和我聊天 哎 就是 这个餐 我们已经这样 都已经足够了 是吧 那我和他说 其实呢 都有些方法 可以便宜一些的 比如有些优惠券 比如可以下载他的APP 主要此类 那 但是你可以看到 年 一对情侣 就是住在将军澳 就是放假出去 这个中华走一下 走动一下 就是拍一下照 那夜晚食物技都不贵 那你说了 还说什么夜经济呢 就是你想想 全世界夜经济发达的所谓地方 是吧 大家最熟知的了 台湾 是吧 泰国 甚至是日本 是吧 人家全部都是以价格实惠 贴地 或者所谓有烟火器 包括内地那些夜市 都是这样的 是吧 香港如果你说 要搞夜经济的话 第一 你现在呢 高涨的成本 无论是食物 饮品 甚至是你卖的那些手作 你是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下调价格呢 形成一个吸引力呢 那如果你是贵一贵 那别人就是想一想了 过来window shopping 走一下街 那是无不可的 但是你这样 是不是代表有经济呢 有人流呢 毕竟呢 夜市呢 人流都很紧要的嘛 没有人呢 喜欢去 夜妈妈 还要去一些 冷冷清清的 那个夜市那里呢 去那里走一下 因为夜市买的东西 其实不是特别的 只不过有一些 可能是掃街食品啊 可能是宵夜啊 是吧 新鲜制作啊 价钱都实惠啊 比你现在去食物当劳啊 那有没有呢 做不做到呢 当然 香港现在呢 就在那里提倡搞夜市了 那其实呢 和内地的地摊经济呢 2020年里克强前总理啊 亦都因为呢 经济下行 亦都鼓励了 各个城市有些烟火器啊 等等呢 其实都是不黄多样的 就是说香港呢 其实亦都是 在内地方面呢 取经 就是希望呢 搞活那个经济的 亦都令到呢 北京啊 上海啊 兰州啊 深圳这些地方呢 都开始放宽一些呢 摆摊位的规范 啊 希望呢 就发展夜经济 啊 又强调呢 夜经济不是贵经济 都不等于网红经济 那香港现在呢 就是有样学样了 那你做不做到呢 是不是狠发牌 啊 被人呢 放宽 可以呢 就去摆地摊呢 有没有露天的酒吧 可以喝一下酒 有有音乐厅呢 也都不会遭到投诉呢 左轮右舍 是不是 那所以这些呢 其实就是 香港有一些先天问题 加上呢 成本高涨啦 你说要去搞那个地摊经济 或者搞这个夜生活呢 就不是绝对 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不过呢 有条桥是可以呢 我作为文春港股经 这个节目呢 就送给想搞活夜长的人 想一想的 是吧 正如张语言都说了 哎 孙女劈酒 那我们先撇除一些爷爷先 因为其实 我认识的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可能都有痛风 是吧 适不适合夜妈妈去劈酒呢 孤且不伦 那但是如果你说 喂 那些酒吧呢 就是多了年轻仔 年轻女入场的话呢 那可能呢 会吸引到更加多 有兴趣下去呢 认识新朋友啊 大家呢 就去 对酒当歌的客 那这一样东西呢 喂 酒吧方面可以想一想 咦 会不会呢 如果是年轻的 三十岁以下的 那 十八岁以上的 那就是 喝酒半价咯 是吧 那如果你说 有机会 这些年轻的客人多了 那这个场呢 人多了 那个 组成就不是 爺爺场了 而是年轻仔为主的场 那致志而言呢 亦都会吸引 更加多的客人进来 是吧 因为整个场上有人气嘛 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 那这些呢 其实就是 可以想的 是吧 你想一下吧 就是年轻仔怎么会 愿意支付呢 一杯成 舊几水的 酒 去这里呢 慢慢跟你劈 是吧 就是可能呢 这些要爺爺才给起钱的了 那但是 如果 啊 酒吧方面啊 或者呢 政府方面 是决心要搞活夜场的 那就是 年轻仔 喝酒 可能呢 就有一些的 补助 有一些便宜一点的 优惠价格 那自然而言 啊 晚上出来的 年轻仔就多了 是吧 整个那个呢 呢 市道自然而言 会好一点啦 因为只喝酒不行的嘛 有时 喝完几轮 啊 可能都要吃一下东西的嘛 是吧 或者有其他的活动的嘛 那自自然而言呢 啊 整个街呢 都会有回人流的 整个街都多了年轻仔了 那自自然而 都多了人出街啦 是吧 那所以这些呢 其实就是 层层相扣的 是吧 不过问题呢 就特区政府 有没有这样的 腦袋 去想这些 这样的办法 是吧 在这么高成本制约之下 都想到 其实有人呢 自然呢 都有经济的 那这个呢 特区政府 的高层呢 就要想一想啦 否则的话呢 继续呢 只是发春梦 好像何处国那样 那么香港经济呢 也都会继续一池死水的